美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司修改禁令是否将打开潘多拉盒子 五角大楼可能与科技巨头加速合作 那么AI军事化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更改以后的语言是说 那这个OpenAI产品不能用于伤害自己或者他人的目的 然后呢也这个不能用于这个武器的研发来伤害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里面首先这个伤害 这个字眼不是特别清楚 什么叫伤害 多大程度上带来的危害叫伤害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不伤害自己和他人 那么这里也产生一些分歧 那不伤害自己和他人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参与的战争 或者参与这个军事冲突 我们知道基本上都说自己是防御目的的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了防御措施 只是这个手段是军事手段而已 那么防御那算不算这个伤害他人呢 那显然不是伤害自己也不是伤害他人 只是防御目的 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那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利用 这个OpenNI产品呢 它的技术呢 这也是带了一个很大的问候 就是这些这个模糊 它带来的风险就在去 实际上中间有很多这个漏洞 利用生产这个是不是这个威力更大的 这个武器系统啊 那么在战场上得到应用呢 那么在战产上得到应用呢 对这个战争啊 也是加强自己的这个实力 能够在为了在战争中战争上风等等 应该说我觉得完全阻挡 OpenNI或者是AI技术 在军事方面 这个使用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那有人说呢 现在这个这个乌克兰战场上 已经得到了西方AI技术的应用 大大加强了这个活力等等 那所以那这就是一个 有时候是很难控制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也进行谈判 也进行谈判就是要画个线 大家都要遵守这个原则 都要遵守这个底线 我们在这个AI技术应用 在军事用途上 我们要画一个线 但是呢大家对美国的做法 和对美国这个前景呢 大家都打了很多问号 那部分原因还因为呢 是这个我们看到了 这个美国的科技公司 和国防部和他们的 这个军委商的关系比较密切 比如说谷歌的前CEO 这个Eric Schmidt 他就是退休以后呢 就成了这个国防部的 这个技术顾问 还有包括一些苹果的 一些公司高管 还有其他的技术公司高管 到后来这个也被 这个国防部任命为 自己的部门主管 他的科技公司 科技技术和这个科学技术 和美国的这个防部 和军事上的应用 这个密切关系 让人是很担忧的 那就是走到哪一地步 这个带来什么的后果 这就是主要是带来担忧的 这带来的结果可能是 让人类啊 得到巨大的破坏的 或者说在战场上 带来一个前搜尾的变化 一方面可能是 还是传统的 利用这个士兵 进行作战的这么一个模式 那另一方呢 可能是 就是没有士兵的一个模式 完全是AI 机器人 或者AI这个 以某种方式 进行参战的 这将来会大大的改变 这个战场战争的形态 以及对人类的这个未来 确实带来一些 这个让大家感到很忧虑吧 这个战场战争的形态